每个时代的中国皇帝印章 在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印章是一种用来代表中国社会显示个人身份的 据推测,这种印章是在商朝时期 约4500年前 从雕刻龟和动物骨头中开发而起的 而证据是从已被考古刮掘的 印章已经被使用不少于战国时代的时期 周朝时期结束大约250年前 在古代,印章是有益或珍贵的石头制成的 普通人是很难看到的 从元古时代开始,印章是有益或珍贵的石头制成 在唐朝的时候就开始制作印章了 那用于金银、铜等金属和瓷装制成的印章 是在唐朝和宋时时期开始制作的 在中国,重要人物的印章仍然是很难看到的 那些看过这些印章的人真的被认为是一种祝福 在唐朝和宋时期间的印章的印章 在唐朝和宋时期间的印章上